当时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一个副处长 他就是后来的财政部长楼继伟 去跟马洪说 我看现在这么发票子 为了保十三大以后 很可能发生严重通胀 当时已经有预感 马就写了封信给赵 赵就批示说 请姚依林同志听汇报 然后采金小组讨论 我们就组织了这个汇报 汇报的时候 一派是那个年轻的 什么提改研究所 他们那些人认为多发票子没有问题 另外说的激烈是两个人 我还记得 一个就是罗金伟 一个是国家经委副主任朱荣基 然后我们把它写成一个简报 简报马洪拿去念 念了一半 赵紫阳拍案而起 你说你们把这个刑事说得漆黑一团 那以后就没人敢说 就继续发票子 然后就到了闯关 闯关的时候 刘国光和我都是当面说你这样子很危险 但有没有接受 就是从纯粹经济改革的角度来说 对后来发生重大影响的 就是这个87年88年 这个两年的价格闯关 这个和货币政策 和货币政策 我们不能去 对对因为吴老师 你跟着我多次了 就是说 不是说架过闯关本身 而是那个当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就是要用这个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高速度 对 这是一个可以始终没解决的问题 在您这本书当中 最后一章谈到了 就是这个中国可能或者是一定程度上 这个所涉及到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 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呢 在建国初啊 在刘少奇文选啊 等一些重要讲话当中 其实中央就公开地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 那么现在呢 西方国家也有经济学家 也认为我们是国家资本主义 我们也有很多的特点 因为譬如国企做大做强啊 对吧 这个这一系列特点 就对于这个问题呢 您是您认为 这条路是 是我们的方向 还是未来对它还是应该加以改革 我觉得始终呢 它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 确实出现了这样的 不同的方向嘛 不同的趋势 我们需要这个认真的总结历史经验 这个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啊 最先是列宁在这个 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候提出来的 但苏联在开始是一个战时共产主义 但就是说完全没有市场作用的一个食物经济状态 那么就是直接的行政控制 但是搞不下去了 后来把农民拿翻了 苏联从21年开始转向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就是恢复市场经济 这个时候在苏共党内呢 就有些人提出来说这样 恢复了市场经济就等于恢复了资本主义 所以它会使得资本主义在苏联服辟 列宁说不对 他在这个共产国际大会上 对这种论调做了回答 他说我们实行的是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 那它怎么影响到建国初呢 建国初是针对着我们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 所以就要用国家资本主义 就是国家 国家要插进去 掌握了领导权 然后把这个资本主义工商业 出国的 开什么加工订货 后来就是全行业公司合营 那当时设想也就是进入完全的社会主义 应该有一个过渡时期 这个过渡时期就叫国家资本主义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来说 算是国家资本主义 就是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要是提国家资本主义的话 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有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吗 这个没有达到这个社会主义的中高级阶段 如果这样提的话 就是现在再提国家资本主义 和当时建国初的这个意识形态 和这个政策还是挺吻合的 那跟我们改革不太吻合 因为我们改革已经明确了 我们就是搞市场经济 要对所有的经济成分 共同发展 平等对待 这又不是由国家去控制 整个国民经济 而是一个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特点 就是自主的自由的交换 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在 二十二十一世纪初期 特别说的都是 这个零六年以后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国内有一批人 认为这个 十一届三重墙会以来 或者说小平址的方向是错的 要加强 国有经济的控制 要加强政府的控制 做大做强 于是我就提出来 我们面对着两个不同的前途 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 竞争性的市场体制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 强化这个国家和国有经济的控制 国家自门主义 而这个后一种道路是很危险的 在中国的情况下很可能就成了 权贵资本主义 但是这个事情它有很大争论 我看胡德平在这个北大那个纪念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会上 他就说根本没这回事 他是针对西方的说法 他说我们早就脱离了 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叫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 其实就是指令性计划那一套 直接的行政控制 他说我们早就否定了这个东西 那吴老师还有我们最后还有两个问题 就您简单的再回答一下 就是第一呢 就是您认为今后中国改革 这个这个未来您是否乐观 因为现在的改革的阻力啊 和这个您所经历的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确实不太一样了 那您在书中也提到了就是 这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体 以法治经济作为它的一个基石 这个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未来 而且您的您一直是一个经济学家 后来呢您的问题 很多问题越看越深入 您不断的呼吁中国要建立这种法治 您的呼声跟我们的江平老师的呼声 摇腔呼应 您的形象反而从一个经济学家 现在变成了一个法学家了 支持法学家了 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您这种呼声 就感到特别的这个机切 其实还是从这个 从我们经济改革的深层问题 感觉到这个法治化 是非常必要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 那比如说在这个九十年代后期 就出现了这个倒爷 利用行政权力去倒这个差价 倒批文 腐败 这种腐败现象 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股市 股市利用信息不对称 使中国股市变成一个寻租场 那么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就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必然是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的 最重要的规则 正式的规则 就是法律 所以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一定是法治基础上的 所以我在那个八十岁过生日的时候 我的学生们就说 我们不要开什么生日庆祝会 还开个理论讨论会 这个讨论会上呢 这个当时在美国教书的 钱隐一教授的讲演 就是讲这个好的市场经济 一定是法治的市场经济 我觉得他这个提法非常的好 这是2000年的时候 接着来的就是2001年 2001年当时中央领导呢 邀请一些这个学者去北戴河修甲 我跟蒋品同志一派结合 两个人观点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经济改革 法治化改革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两者是应该并肩的前进 所以法学家和经济学家 应该结成联盟 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改革 所以在我们两个商量的结果呢 就建立了 红范 红范法律经济研究所 现在还是这样 今年40周年 我们50人经济论坛上 我就说我们当前 我们过去的成功 主要是来自这个 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改革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前段时间 我跟沈志华先生呢 也谈了一次 关于改革开放史这个研究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他说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研究 也就是要把它这个科学的 客观的系统的 对这个40年的历史进行研究 他说这个时机呢 应该比较成熟了 因为40年毕竟已经过去了 另外呢 据他了解 就是有许多国家 这个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档案啊 现在都解密了 所以他认为就是从资料的角度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初步比较成熟的一个时机了 应该来科学系统的 来研究这段历史了 甚至把它当成一个学问 一门科学来研究 您对他的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他说的一个非常好 我也在最近很多场合 我都呼吁啊 有更多的人来研究我们这个改革的历史 因为这个历史经验是太宝贵了 有很多经验和教训 在我们今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时候 可以从中吸取很多营养 少走弯路 但是他碰到了很多问题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简单的列两个口号 说是改革开放 然后就顺利地达到了目标 他有很多细节性的问题 这中间呢 需要认真的去分析那些细节 理论上的政策上的 从中总结出这个经验教训来 而我们这个国家好像从来对于理论思维 对于能够做下来深入的研究 好像这种传统不那么深厚 是在很多国家 其实一段历史有相当丰富的档案 和这个学术研究 现在我们这个档案也比较困难 但是这都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我觉得现在是 要有一批人人之士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必须要做下来 这个认真的去收集分析资料 然后把它做出理论性的总结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 来关怀这个事业 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来投入 能够来 我们应该说你看 改革开放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而且中间有很多曲折 从中啊 是很有丰富的材料 能够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这个40年也是中国中华民族 这个几千年发展历史上 相当辉煌的40年 是 而且从世界历史上 也是很了不起的 非常了不起的历史 但是我没有完成 有待完成的事情还很多 所以我最近是反复说了一个话 只是改革未有近期 所以我们要共同努力 现在全社会全民族都期待着 中国能够进一步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开放 但是因为如果不对历史做认真的研究的话 这就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 比如说是改革 什么叫改革 从什么方向去改革 你包括市场化的改革 什么是市场 市场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的机制 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和实现稳定的经济发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最深刻的改革 是一个基本理论的改革 是 对吧 是一个国家治国方针策略的改革 是 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看福山他那个 就是好像研究的还是不够深入 有一位 有一位那个美国的什么学家 写了一本书 他完全是 完全是 同意这个认同这个福山这个判断的 这本书叫做制高点 在这本书里批评我了一通 说这个好像不够市场化了 这个后来但是因为搞中国石油上市呢 他当了我们的公文 他就请我给这个制高点这本书写了戏 我这个戏里就说 我认为历史并未终结 这个政府与市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的观点还是非常明确的 市场是基石嘛 是 对吧 是 好的市场经济必然是好的法治经济 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我们这种作风 以学术来支撑我们的这个观点 思想 观点 决策 对 来支撑我们对于这个 对于改革 对于发展 对于法治的建议 好 非常感谢吴老师 那么吴老师 最后呢就是因为您是红泛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这个创始人 您和江老师共同创始了这个红泛法律经济研究所 我们现在每年呢也有三十多期研讨 也不但扩到它的这个社会影响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关注改革开放 那在新年之际 您就作为红泛法律经济研究所的这个创始人 然后给大家说两句这个新春的祝福 希望我们的同仁啊 我们研究所的同仁 还是秉持我们一贯的这个诉求 深入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些基本性的问题 在这种对基本问题的深切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我们对于怎么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建议 好的 好 谢谢吴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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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